話說,忠孔回到家後, 一聲把十兩歲銀放在桌上, 跟著一隻,聽聽坐在那裡, 六大雙銀吶聲不出。 謝氏走過來桌邊看一看, 咦,真金白銀放在那裡, 於是就陪笑話, 官人呀,本事呀! 只有幾件爛銅爛貼, 豈不是換到那麼多碎銀回來呀! 咦,沒什麼老闆呀! 忠孔一邊說, 一邊就把幾件銅耳環、銅發衣 向著謝氏殺過去。 這趟輪到謝氏, 乖乖地把幾件銅首飾收起來, 還陪笑話, 官人呀,我們老夫老妻無意之中 頂撞兩三句, 你算是打情罵俏咯! 要不動肝火咯! 別極壞身子呀! 我還要靠你呀! 吃了飯未呀? 還要吃些什麼菜, 司館吩咐啦! 我去叫旁邊皇媽幫忙買回來! 忠孔還是生氣, 只見她在桌上, 撿起兩塊碎銀, 約摸一二兩寵, 噔噔噔噔噔, 就走了! 謝氏等忠孔走遠之後, 暗暗沉沉就罵了! 蛤? 你這個死人頭, 你說, 不惜抬舉呀! 我看在錢銀份上, 托下你大腳, 你還在老娘年前勾氣呀! 忍事忍療得好過忍尼呀! 我沒有你這麼好氣! 含到這裏, 只見謝氏大聲喊, 黃媽! 黃媽! 有空來嗎? 叫李太長嫂過來打天狗, 我的壞人走了! 我們再砌過, 我要翻本啦! 好了, 謝氏這邊我們不說她, 現在回說忠孔, 他離開家後, 就叫了一隻艇馬上去省城, 登岸之后,总统就一直去到第八府的天磨堂行找梁天来。 原来梁天来自从南红拆股之后, 就在省城第八府开了一间天磨堂行, 自己带着个弟弟君来和儿子养福, 就在打理这间堂行。 生意也挺好, 这日总统来到, 虽然知道总统的为人, 但是名分上是舅舅, 少不免都要热情接待。 听了几句家常之后, 总统就问梁天来, 原生,堂行生意好吗? 21万年而已。 梁天来就说, 哪里? 这行生意很微微的, 或者,推销的头路多些, 这样就可以赚到少少, 敷衍一下日子。 是吗? 呃, 现在有单生意, 可以赚成几倍, 。 那不知现生你做不做, 做我说出例, 不做, 免得浪费口水。 梁天来听到这么说, 笑着话, 啊, 现在哪里有盈利这么大的生意做的, 除非是走古董, 但是古董这件事, 余生我不在行了。 啊, 你说得对了, 虽然不是走古董, 但是和古董差不多多少, 你肯做, 没什么在行不在行的。 既然是这样, 有钱赚, 还是舅舅关照的生意, 有什么理由不做啊? 我看都看不到啦。 啊, 那样就行了。 那样就行了。 那, 我告诉你, 我当时阿奇伯啊, 今年乡市的主考都慢的, 没有取重他, 他怎么想都想不通, 于是他就请了个很美的风水先生, 那风水先生叫做马半仙, 就和他看阴阻风水, 那, 哇, 照马半仙说, 风水簡直是没得谈的了, 他说什么应该啊, 一名状元, 三名尊士, 梁天来见忠孔, 牛头不对马嘴, 一说一说一说, 话题就扯了去风水那边, 觉得没来搭散, 他就问, 啊, 舅舅啊, 这些都是凌家的福地, 啊, 那经历经历生意, 又会扯了去风水那一层呢, 唉, 那尼米急成节也行, 啊, 你听我说下去了, 那, 啊, 那幅地的风水也好, 不过可惜, 啊, 可惜前面有间石室, 挡了那些风水, 啊, 啊, 若我将那间石室拆平, 那便加杀有法, 啊, 当堂建功, 啊, 那间石室是延生的, 故此奇伯, 特意叫我来和延生商量, 问你肯不肯卖那间石室, 啊, 当时你老爸建那间石室的时候, 我知道啊, 不外花了一千多元而已, 我今天来的时候, 问奇伯, 想买这间石室, 出什么价钱, 他啊, 开声就说三千啊, 我想他求命深切, 就算是一万啊, 他肯拿出来的, 你看啊, 延生若果肯买, 一万元, 包在我身上, 不过有一层说明啊, 交易成所要三七分成, 你七千, 我三千, 那, 啊, 原生, 千多元一间石室而已, 一下卖成七千元, 那不是赚几倍吗? 啊, 叫我怎么做呢? 啊, 想不到那间石室, 会阻振凌家的风水, 啊, 中空听了梁天来这番话, 似乎是华女藏话, 好像是有点心动动, 心想, 难道梁天来, 嫌我食水太深? 于是他就说了, 于延生, 舅父我, 好商量的, 你若果你肯败了, 奔城那一层, 你以不怎么说呢? 舅父,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余生, 只是鱷于先父的遗诅, 觉得很难做的, 邪, 浪气, 父命虽然难为, 但是人都死了了, 与其死守着老爸的遗诅, 一点的好处都没有, 不如信了死鬼人情, 为何这么做呢? 梁君来在旁边, 听着听着就不耐烦, 插嘴就说了, 舅父, 你在说什么? 人家只有年轻人, 不懂世界, 做长辈的, 都应该引导他走一条好路, 哪里会像你那样? 慫恿晚辈去败家, 别多说了, 反正靠着唐空的生意, 我们还有饭吃, 就算我们两兄弟, 拿着枯头带, 这间石室我们不买的。 梁天来的儿子养福, 他在旁边, 毅忠孔一句, 说起上来都好笑, 考试考不中, 不是怪自己, 一会儿又说主考官盲眼, 一会儿又被人挡住风水。 梁天来说了, 舅父, 小孩子不懂事, 说话没来搭衫, 也不好听他的。 由于有先父的遗憾, 我的确是很难做, 希望舅父回去之后, 代我向奇伯说对不起。 再说, 风水这件事, 不信则无, 又何必为他伤神动脑呢? 仗恐被军来和仰福吵了这几句, 正是难下台, 现在梁天来转了一个弯, 被吸石给他下墙, 他就借着这里, 一声不出来要走。 这种僵局, 梁天来也不要挽留他, 就一直把他送出大门。 送走忠孔之后, 回来, 梁天来就说君来和仰福两个。 就算是不卖给他, 都应该客气些。 你们两个, 万民不应该激怒他的。 难道你们没有听过 譚川一带那两句文谣吗? 人人都说, 不怕雷公, 只怕忠孔, 不怕菩萨, 只怕奇伯, 想都想得到他们两国为人。 还有, 忠孔的花名, 还叫做落地呜工。 你们偏偏老虎头上钉失那, 这样会惹祸的。 听了梁天来这番话, 君来和仰福也没有话好说。 现在说回忠孔了, 他正如梁天来所说, 天上的雷公, 地下的雾公, 发起烂炸, 是人都要怕他三分的。 有他说都没人说, 他又哪里受得住君来和仰福, 吵过几句才行。 他吵爆爆向天火堂行出回来, 把己火哪里都不去, 马上踏踏入花咸村, 一直去找凌桂兄。 一见到凌桂兄, 他就像竹桶堵黄斗那样, 有一字不漏, 倒了天来君来和仰福所说的东西出来, 给凌桂兄听。 说完之后, 他就暗中观察凌桂兄的面色。 凌桂兄本来以为凌桂兄听了之后, 实行生虾地跳, 谁知凌桂兄一点都不火, 反而仰赞梁天来好人, 是一个孝子。 凌桂帝不得那拋颈, 他就加油添操, 善风点火话。 哎, 这仰福啊, 说小都不小, 二十岁仔, 老婆吵了。 他说话都离谱了, 那已经百多伙了。 最可惡的梁天来, 听了儿子说些小的东西, 不但不说他, 还当时反面, 说当日凌桂兄, 善老爹, 这些是我学梁天来说的, 你听了, 你不要生气才好。 他说, 当日凌桂兄的老爸, 只不过是一个穷光蛋, 是我老爸带他起家的, 现在找到几个仙子, 就这么放肆, 连我的石室都要买, 问他化不化。 凌桂兄听到这样说, 当时一打火, 当见凌桂兄, 他就说, 听到梁天来这样说, 我替侄老爹你不笨, 我欠你几句, 谁知道他父子兄弟, 竟然发毛动手打人, 旁边左右都看不过眼, 过来劝交, 当着整班人面, 梁天来唱到疾老爹你, 耳眼前不直。 凌桂兄听了这番手, 闭得吹嗖六眼, 豈有此理, 无论是省城还是南红, 谁不知道梁朝大, 是靠我老爸带他起家的? 梁天来你竟然反转猪土就是屎, 你又说, 我替你世不两立, 有一边说, 有一边就要去省城找梁天来说话, 忠孔马上按住就说, 札老爹, 你别这么急性指才行, 你现在去找他说话, 一来他父子兄弟, 好似万牛那样, 哪里会替你讲理才行, 二来, 札老爹你是独村人, 啊, 一世跟他爭吵, 只能让人看到有失思文, 不如找人, 出了一口气就更好, 林桂兄想想想, 觉得忠孔说得有道理, 于是就问忠孔有什么好招, 忠孔打低头, 想了一会之后就说, 我记得, 中梁朝大那块地, 是侄老爹你是送给他的, 现在, 说起来也是我们凌家的地, 不如这样, 叫凌家这帮兄弟, 抬副空棺材去, 挖起他那副棺材, 然后, 帐副空棺材, 埋下去, 凌家兄马上说, 挖坟建棺, 怕犯法的嘛, 诶, 如果怕犯法, 我们可以挖过他那个天网, 总之不见棺材, 他也奈我不好, 总而言之, 无论如何, 都要弄好处点, 让他叹一下, 叔父, 这件事, 怕没人肯去做, 不过, 我们信凯, 这件事, 恶到胆生无, 只要你多给他一些好处, 你忧他不做? 就算他肯做, 一派又去哪里找个死人? 啊, 真是想不到侄老爹, 你又敢死板的, 一定要找个死人的吗? 总之, 立乱财富空棺材去就行的, 其他的事, 任你怎么说怎么说的? 那好吧, 既然如此, 叔父, 你抓紫意去做, 花了多少钱, 回来我这里开支呢? 冬孔沙这么多口水, 都是看这一句的, 当时, 他马上找着顺海, 如此这般说了一轮, 当时就斗叠了十几个无乃, 找了一副四块本, 顺海又披头散发, 披麻大校, 一帮无乃就做伍作佬, 抬着副空棺材, 虚虚含含含来到梁家的坟地, 擦手八脚, 砍树的砍树, 挖坟的挖坟。 原来梁朝大的山坟, 就是在住宅后面菜园, 对开一些地方, 这一日刚好梁天来屋, 起了个工人祈福, 在后院那里淋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 就瞪瞪走回家报信。 梁天来的母亲灵士一听, 当堂打个抖, 快去后墙那边打开后门看一下, 哇! 啊,真是不可憐,原來是自己外家聖靈的一群疏堂兄弟的所謂, 凌時生氣上來,指著順海這個大壞頭就罵了,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更搞得還有黃髮的? 話都還沒說完,順海拿著竹竿就好像老虎那樣, 噗噗聲撲過來,開聲就罵了, 老建坡,這塊地是我們不靈家的地, 侄老爹奇伯,被我壯老婆關你屁事啊, 你夠膽死走出來廿文廿網? 這一日梁天來的叔父漢超, 他住在隔壁聽到外面吵吵, 他就走出來商勸了, 順海見到千劈低凌時, 成隻蠻狂的喘過去, 那漢超本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來的嘛, 只怕廉時鬥非的了, 見到順海都好像要食人那樣, 馬馬上縮回去也不敢出來, 順海這班人, 見這樣就得戚了, 翻天覆地搞了一大輪, 搞到夠了, 劈低空棺材, 嘩嘩一聲就散了啦, 順海就來到寧貴兄的帳房之前啦, 寧貴兄見不多不少, 正好五十兩人就照顧給錢啦, 這筆花紅就不用說啦, 那班無賴得到的只是雞碎那麼多, 大部分就被中孔一個人吞了啦, 正所謂坐食山崩, 好像中孔那樣的二樓子, 靠招搖撞騙, 做做一些不等花的東西來到道日, 拿著幾十兩銀, 不夠兩下又沒了啦, 熬過多年, 中孔的日子又是窮啦, 於是他又找著寧貴兄說啦, 啊, 侄老爹, 我真是替你不抵的, 被梁家那間石室阻礙你家山有法, 昨晚我想了整晚, 我想到條條, 我保證梁天來, 會將那間石室, 雙手跪著送過來的, 是嗎? 不知道叔父有什麼把帕呢? 唉, 喏, 他那間石室, 正好對正那裡的山坡啊, 喏, 我們可以在那座山坡那裡, 稍微削平他一塊, 削他一塊大木板在那裡, 在木板上面畫他一隻大白虎, 對正他那間石室的名堂, 哟, 自古有話, 白虎入名堂, 一歲幾人亡啊, 我不信他夠膽死, 用條命來開玩笑的啊, 到時他怕死的, 還仍仇他不賣那間石室, 林貴兄聽見鍾孔這麼說, 覺得這條橋非常好, 他馬上叫鍾孔着手去做, 鍾孔得令之後, 馬上就去了, 果然在那裡山腳底下樹了一塊五六呎闊的大木板, 畫了一隻張牙舞爪搖頭擺臉, 好得人怕的白虎在那裡, 對正梁天來那間石室的名堂, 那靈時見了人生氣得氣壞壞, 馬上叫工人請漢超過來商量, 漢超就教靈時, 在後場那裡畫一隻皮丘, 刻住那隻白虎, 靈時想來想去, 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就真的找人在石室後場上畫了一隻皮丘了, 是的,各位, 上面所說的情節, 什麼白虎啊, 皮丘啊, 又什麼雙濟雙黑啊, 簡直是無稽之談莫名其妙的, 那為什麼又要這麼說他呢? 因為在歷史上清朝雍正年間那些人就很迷信, 狗命奇緣這個故事, 那些是非爭端, 亦都是由此而起, 故此就要這麼說他了。 好了, 現在言歸正傳, 話說中孔自從畫了那隻白虎之後, 就無日無夜都留意著梁家有什麼舉動, 心想梁家這趟肯定永無寧日了。 那天忽然見到一個泥水佬向梁家出來, 中孔就馬上去, 截著他就問是什麼回事呢? 只見那個泥水師傅就說了, 啊, 都不知道誰, 在前面畫了一隻白虎, 剛剛對正梁家的名堂, 他們就找我去他家石石的後場那裏畫一隻白虎, 來嚇著那隻白虎而已。 啊? 我敢啊? 那畫好了嗎? 畫好了嗎? 我不是剛剛畫好收工出來嗎? 中孔聽了之後, 成功惡妻兒, 心想一看皮丘可以黑白虎嗎? 於是他就問過泥水師傅, 喂, 皮丘可以黑白虎啊, 那什麼可以黑皮丘呢? 哦, 那我不知道啦。 中孔沒了符, 死死氣氣就走回家, 摺過枕頭想來想去, 硬是想不到一個辦法, 將那根石石搞到手, 想想含家靚的姓梁的, 全心和我作對, 眼白白看著侄老爹那三千元, 落著果袋的啦, 但你姓梁的這麼不通氣, 你阻止我, 邁上侄老爹, 我等你沒夠好份才可以, 中孔都從心中起任過, 向膽邊生了, 他生氣起來, 跑了出去, 裙了十幾個無賴, 跑到梁澤家後場, 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拆牆了, 都不夠一等, 盛工場, 咚咚的聲音就倒下來, 凌時聽見, 倒屋那樣的聲音, 就趕快跑來後面看了, 原來是中孔帶著一群無賴在那裡拆屋, 他就大聲喝著話, 等我和你們凌家, 到底有什麼過不去才行, 你們為什麼三番四次來搞譜, 上次順海來挖山墳, 等我都吞了一口氣, 不惹你們, 你們得寸進尺, 這支是屬性搞到上門, 你等凌時說完, 中孔撿起半缺磚, 照著凌時就撤過去了, 凌時馬上閃開, 放一聲, 是的,各位, 後來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明天再說, 好, 好,